前房东恶意霸占我新房 事后还想让我摆给 最近房价涨得相当厉害 幸好我让老爸花五百万给我买了套房 此时忽然接到老妈的电话 阿星阿星 你快出来来一趟新房子这 只感觉老妈非常着急的样子 挂断电话后 我赶忙来到了新房这 张哥 别管门了 我们不是让你腾房的 我们想退房 退房还不行吗 退房 可以 可现在已经过户了 房子是你的了 那你就是想重新卖给我 这价格自然得重新商量的 男人一脸坏笑 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天一样 我们花了五百万买的 我们吃点亏 就四百八十万卖给你 行不行 老妈感觉已经让了挺多的了 虽然还是亏了二十万 可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毕竟这笔花了五百万 却得不到房子要好 只见男人摇了摇头 四百七十万不能够再少了 我们已经亏了那么多了 这可都是我们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啊 然而男人还是摇摇头 不耐烦的说道 三百万 三百万我就买回来 反正你也是贷款的 算起来亏不了多少的 卧槽 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 我们这才买了几天 就直接六折处理 你这么做也忒无耻了 只见男人无所谓的说道 现在价格就是这样 你爱卖不卖 当然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卖 那也算你们有本事 只不过我相信没有人敢买吧 男人呵呵一笑 笑声里充满着嘲笑 就好像吃定了我们家一样 张哥不要这样 有话好好说 这样吧 我们再亏多一点 四百五十万好不好 老妈就差给他跪下了 此时男人松口了 好吧 四百五十万就四百五十万 钱我暂时拿不出来 都已经花完了 所以只能够先欠着 过一个月再给你 放心 我可以给你打欠条 你先过户给我 听他这么一说 我直接就忍不了了 你这太过分了吧 明显就是不想给钱 还想让我们把房子过户给你 到时候我们不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在这跟我玩 空手套白狼呢 见我这么一说 男人不乐意了 咋的 是你们找我退房的 又不是我求着你们 你们不卖 那就走吧 想卖了再来找我 男人也知道 这一次肯定是谈不成 索性立马变脸送客 我们不退房了 我就再问一句 你们疼不疼房 疼房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这可是我们的唯一住房 就算你们找叔叔也没用的 别白费力气了 很明显 男人干这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此时老爸也忍不住了 行 你们不疼房 是吧 我打死你 说着就要拿起一旁的灭火器 而男人似乎是一点都不带怕的 更是直接伸出头来 来 你砸 砸一下一百万 有本事 你砸死我 不砸你就是我孙子 我赶忙拦住老爸 把你千万别冲动 为这样的人 咱不值当的 这事你就交给我 随后我便让老爸老妈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 我先是找到了男人的邻居 给他开了一个月十万的租金 租下了他的房子 并给了他三天时间 让他搬走 然后我又在各个房间 布置了蓝牙音响 另一边 男人一家正在呼呼睡觉 此时一阵阵 削罗杂鼓的声音 击醒了他们一家 一时间 男人直接怒了 怒气冲冲的 跑到了隔壁 开门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为什么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可不管男人怎么敲门 一直得不到里面的回应 这让他更加的恼火 敲门的力气也越来越大 他一声 只见房门凹进去个洞 此时的他有些心虚了 这门怎么砸烂了 要是此时找叔叔 我可不占理 此时男人不禁有些懊恼 屋里没人 那这声音到底怎么来的 带着疑惑 男人返回了家 继续倒头睡下了 黑心房东拒退押金 还把我拉黑 我反手告他违章建筑 紧接上级 刚刚送走消防大队 还没等喘口气 又来了几个 穿着制服的人 你好 我们是城建监察大队 遍到群众取报 说你们这边有违章建筑 这一来二去 房东直接猛住了 怎么突然间 这么多事找上来了 狗先生 见你在五天内 拆出违章建筑 恢复房间原有够到 并处罚金现金两千元 如果逾期未执行 才会有更加严密的处罚 完了 全都完了 一丁半点的罚款 还能接受 主要是拆除违建的 损失太大了 找工人得花钱 拆完了 还得重新装修 这也得花钱 装修期间 还不能出租 这又损失一大笔 等装完了 又少收好几个屋子的房租 我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做将为打击 想到这些 房东气得厚槽牙 嘎吱嘎吱的响 此时 房间里的租户 走上前来 房东大哥 这要拆除违建了 我们是不是不能住了 我这更交了 下一季度的租金 突然就不能住了 你得把租金和押金 都退给我了 房东怒吼道 叫换什么 叫换什么 这次是属于不可抗力原因 导致你们不能继续住了 又他妈不是我的责任 凭什么 让我退钱 赶紧找房子去吧 最晚明天 都给老子搬出去 房东先生 你拿我当傻子吗 就算是不可抗力 但这只能让你 不构成违约 不需要给我们额外赔钱 但是 该退的房租和押金 一分钱都不能少 你要是不退钱 尽不信我告你 房东冷笑道 告我 就凭你一个外地狗 你知道法院大门 朝哪边而开吗 我确实不知道 法院大门朝哪边而开 但之前住五号房的兄弟 知道啊 他跟我们说了 如果你不退房租押金 就帮我们起诉 我倒要看看 上了法庭 你是不是还这么嚣张 文言 房东脸色一沉 你们说的是 那个星崽子 哥们的 原来是他举报的 虽然恨得牙痒痒 但房东还真不敢 跟我对付公堂 好 好的很 你们的钱 我会退给你们 说完 房东气急败坏地 离开了 来到楼下 房东越想越气 忍不住操出手机 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个小栽子 还是个人吗 我都已经 把押金退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举报 你他妈是有病吧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啊 你要这么坑我 哎哎哎 说完了吧 是你不仁在前 怎么能怪我不义呢 我黑黑一笑 你不会以为 这就完了吧 后边还有更刺激的 房东刚想说什么 我便挂断了电话 顺便拉黑 这一通电话打完后 房东心里更慌了 仿佛自己 就是带宰的羔羊 只不过不知道 是什么时间而已 这时妻子也察觉 房东的异样 你干嘛呢 出去一趟回来 就跟丢了魂儿似的 房东沉默不语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你说话呀 随后一阵手机铃声 打破了此时的明镜 房东脸色顿感大喜 来了 终于来了 喂你好 我就是狗先生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而电话那头 很明显愣了一下 你好 狗先生 我是税务局的 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 现在怀疑你偷税漏税 什么 偷税漏税 这 同志 这是误会 肯定是误会呀 房东愣了一下 是不是一个 叫巨星的举报的 他跟我有仇 他故意栽赃我呢 你们可不能运猛好人呢 而电话那头 直接泼了房东的冷水 狗先生 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调查 并且掌握了一定证据 你在沙雕小区的住宅 累计出租超过十年 但并未缴纳一分钱的税 稍后 我会给你出具一份书面调查结果 以及处罚说明 请你在收到文件后 两个工作日内 胡角所欠税额以及质纳金 并缴纳罚款 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房东直接在原地愣了许久 早知如此 当初就应该通通快快的 把那1850元押金推给他 那样的话 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局面 现在真是陪死我了 兄弟们遇到事情不要慌 直接走正义渠道 刚买的新房一天没住 旗泡物业趁我不在 竟将我的房子租出去四年 兄弟们通过我没日没夜 奋斗三年的情况下 爸爸终于给我买了套房 可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听见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 怎么回事 我好奇地敲了敲门 有人在吗 几分钟后 一个年轻的中分头走了出来 你找谁 你好 如果我没有找错地方的话 这里应该是沙雕花园三号楼 A3元806吧 年轻人不耐烦地说道 对啊 你找谁 那就没错了 这套房子是我的 请问你为什么会住进我的房子里 男人有些惊讶 因为他在这度了快四年了 还是头一次见着房东 你是房东 是啊 我就是房东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为什么出现在我的房子里 啊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房子里 兄弟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这房子是我租的 我是租客啊 听到这 我有些萌 你租的 你这是跟谁租的 不会是物业吧 年轻人点了点头 是啊 我是和物业租的 难道房子不是你交给物业出租的吗 特奶奶的 以前就听说过物业会把业主空着的房子给租出去 没想到这种情况居然发生在我的身上 对了 你说是你租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年轻人缓了一下 证据 我当然是有的 不过你说你是房东 你有证据吗 我二话没说 直接掏出来我的房产证 年轻人核对了一下 房东你好 我叫蔡鸟 你先稍等一下 我去找一下当时的租赁合同 几分钟后 蔡鸟带着合同走了出来 当时我刚好在这小区寻找出租的房子 看到楼下挂着出租的横幅就打了电话 没想到是物业那边接的 他们说是业主委托物业进行出租的 我也没细想 反正在小区里的物业又跑不了 就跟他们签了合同 说着蔡鸟还掏出手机 这是这些年的转账记录 好家伙 原来我这房子已经被租出去四年了 物业真是有种了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物业在没经过我的同意下 私自把房子租给了你 不过这房子你不能再租了 之后我是要住的 现在距离月底还有半个月 你也尽快找地方搬出去吧 按照合同约定 到时候物业人员会给你支付违约金赔偿你 蔡鸟答应的也很痛快 好 今天时间不早了 物业估计也没人了 你明天再去吧 第二天 我一大早就来到了小区物业 你好 请帮我找一下你们的物业经理 你始睡 找我们经历有什么事吗 我直接上前说到 我是本小区的户主 我想问问 为什么我自己的房子被你们物业给租出去了 你的房子被我们物业租出去了 你是哪一户的野猪啊 我是三号楼 A单元806的野猪 哦 你说你是野猪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是野猪吗 我直接把证件 钥匙 门禁卡 摆了上去 你仔细看看这些东西能不能证明我是业主的身份 结果物业大哥很敷衍的说道 你万点再来吧 我们警力不在 那别的负责人呢 都不在吗 真是不好意思 官室的都不在 都出去烦死了 怎么的 这个不在那个不在的 你们物业上班不是为业主服务的吗 业主有事就一个都找不到人是吧 这个令刀出去烦什么事 我们这萧院公肯定不知道 跟他会来了 我打电话同志您 好吧 既然这样 那也只能这样了 希望你们不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第二天 我再次来到物业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吗 小宝安一脸疑惑 哦 我们哪个 警力不在 他今天又玩时去了 又不在 你在这跟我踢足球呢 把你们经理的电话告诉我 我来打 另一边 林经理猜到 我今天还会去物业找他 所以干脆 今天都没出门 此时 林经理的手机响了 谁啊 我是三号楼 A单元806的业主 昨天已经来物业找过你了 你昨天说让我晚点再来 走到今天了都没见到你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回来 给我处理 我就要报警处理了 上集说道 黑心物业趁我不在 竟偷偷将我房子租出去四年 一听 我要找叔叔 林经理瞬间客气了 原来是星先生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这昨天在外头办了一天的事 这不到今天都没办完 现在还在外面处理呢 什么 还在外面 那你说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在物业等着你 星先生 我这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弄完 你看你要不回去等 我一有空就立马通知你 林经理 你有事就这样耽误我的时间 你要搞清楚 是你们物业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了 我现在有家不能回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回来 给我处理 我就报警处理了 星先生 我这不是不给你处理 实在是我这边 有事走不开 我们相互谅解一下 谅解 我很谅解啊 林经理 你的事是事 我的事也是事啊 我现在把话撂着了 半小时内见不到你 我就报警处理 你自己看着办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什么东西啊 交物业费就养了这么一群大爷 几分钟后 穿着人模人样的林经理 赶了过来 你好 你就是星先生吧 我是林经理 林经理可真是忙啊 看把你累得满头大汗的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经理笑了笑 可别这么说 这是我们该做的 林经理 废话我们就不说了 我就想知道 我的房子 为什么会被你们物业租出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是 你们物业打算 怎么给我交代 其实对于我这样的情况 林经理已经习惯了 心里早就想好了对策 星先生 你这个房子被租出去呢 我们物业也是为您考虑 毕竟房子那么久没人住的话 人气就散了 对房子不太好 我们这也算是无音管理了 听到他这么无赖的说辞 还真给我整无语了 什么玩意 为我考虑 那你说说 现在这个是你打算怎么处理 文言 林经理笑了笑 这是简单啊 我们物业这边 先跟蔡先生解除合同 等蔡先生搬出去后 您就可以租进来了 我直接愣住了 然后呢 你们物业就不打算给我一点赔偿 星先生 您说笑了 什么赔偿不赔偿的 您又没什么损失 相反 我们物业还为你的房子 贴了不少人气呢 有没有说笑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被这个林经理气笑了 兄弟 我看你才是在说笑吧 我的房子被你们租出去了四年 我还没什么损失 你们用我的房子收了这么多租金 一分都不打算给我 还有我那房子的装修和那些家具的折旧费 你们就没什么表示 林经理摇了摇头 星先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物业对你的房子进行无营管理 也是费心费力的 租金就当是管理费了 至于你说的装修和家具折旧 那就更说不同了 时间过去了五年 什么东西能经历时间的洗礼 便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林经理 照你这么说 你们是不打算赔偿我的损失了 星先生 你看我这不是都说了吗 我们物业对你的房子进行无营管理 是付出了劳动的 租金什么的 就当是给我们的辛苦费了 停 你别说那个 你可要想清楚了 如果你们不愿意赔偿 我只好走法律途径了 相信你也不想闹到这种地步吧 听到我说要走法律途径 林经理仍不以为意 星先生 事情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那就去吧 不过我可提醒你 以后我们可是天天都在一个小区里 这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闹得不愉快 以后可不好相处 我去 芝麻豆点的一个物业经理 还在这威胁我 我没再理他 转身便离开了物业 找到了我的好朋友 张律师 我有个事情 想拜托你一下 我将事情的原委 一一向张律师说了一遍 张律师 你看这是 我向物业索取什么赔偿 是合理合法的 只见张律师很有把握的说道 这是简单的 你的房子被物业出租了四年 让他按照房子的租金赔偿就好了 另外你还可以起诉物业 他们以全谋利 在未经同意下 不仅擅自进入你的房子 还将其租出去 这种行为已经涉嫌 非法侵入住宅罪 物业侵犯了你身为业主的权益 那么物业就必须要赔偿相应的损失 装修家具的损耗 可以让他们进行赔偿 而且物业管理不到位 你还可以要求他们 退还物业管理费 至于无因管理 物业人员擅自出租你的房子的行为 既没有让你免受损失 也没有使你因此受益 算什么无因管理 不过是糊弄不懂的人罢了 好 不愧是张律师 专业 上迪说道 黑心物业趁我不在 竟偷偷将我房子租出去四年 张律师给了我建议后 我立马来到沙雕城 法院起诉了小区物业 我的房子被小区物业出租 还未经同意侵入我的住宅 之后又用我的房子非法获利 我现在起诉小区物业 要求他们全数退还收取的所有租金 赔偿我的家居装修损失 我还要他们退还物业管理费 并公开向我道歉 见我这么一说 接待员都惊呆了 您看看还需要什么补充资料吗 如果没什么问题 就抓紧立案吧 随后司法叔叔立马来到了小区物业 你好 我是沙雕区法院的司法叔叔 请问你们物业领导在吗 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他签字确认 保安大哥再无赖 也不敢得罪叔叔同志 话都没说 就叫来了林经理 您好叔叔同志 我是物业中心的林经理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叔叔拿出了一份文件说道 你好林经理 因为你们物业私自出租业主星先生的房子 并且拒绝对此做出赔偿 因此对方已将贵物业公司 起诉是沙雕区法院 现在此事已经立案 这是起诉状副本 请您在回职这里签字确认 文言林经理直接愣住了 奶奶的 以往说句起诉的 往往都是吓唬人的 真没想到这小赛子 竟然真的去了 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 好的叔叔同志 麻烦你们了 另一边 眼前这个男人是林经理的上司 此时忽然响起一个电话 回王哥 之前的那一套不管用 那个业主去法院起诉了 现在怎么办 什么 他去法院起诉了 是啊 刚刚叔叔来过 起诉状副本 已经送到我手里了 王经理沉默了一会 赶紧联系他 好好协商一下 让他撤诉 这是闹上了法庭 我们讨不了好 影响也十分恶劣 第二天 我正在沙发上刷着视频 正当视频 要到高潮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个电话 打断了我 你好 你是谁啊 喂 你是兴先生吗 我是物业中心的林经理 兴先生 我觉得我们之前有些误会 那事情没必要闹到法院上 我们私下协商调解就行了 此时的林经理说话那叫一个客气 林经理 你想要调解啊 我的条件你们应该看了吧 你们确定能接受 接受接受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 见个面谈一下 那行 我这边问下我的律师 看他什么时候有空 随后 我和张律师如约来到了一个茶馆 兴先生 不好意思来晚了 见谅见谅 林经理 客套话就不要说了 既然你们想要调解 那你们应该是打算答应我的诉求了 第一 交还所有收取的租金 第二 赔偿房子装修和价具的损耗 并且退还物业管理费 第三 你们非法侵入我的住宅 要对此进行公开道歉 文言林经理笑了笑 兴先生 咱们既然是协商调解 那就是有的商量吗 您说 是不是这个礼 没经过您的同意 就出租您的房子 我们没有功劳 也有些苦劳吧 您看赔偿是不是 可以适当减少一些 还有这个公开道歉 我们物业这边 私底下给您道歉就好了 毕竟我们物业以后 还是要在小区里混的 您就给点面子 大人不计小人过 多多包涵 不是 我没听错吧 林经理 你这是和我讨价还价呢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你现在说 这些已经晚了 你要是答应我的诉求 我们就协商解决 如果不答应 我们就法庭上见 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见这次的调节 并不如自己所愿 林经理依旧不甘心的说道 兴先生 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你看 打住 我不想听你的废话 有诚意 你们就签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此时林经理的脸色 十分难看 既然这样 兴先生 您让我出去打一个电话 回王哥 事情谈完了 对方要求把收到的租金 缺恶归还 赔偿他房子装修 和家具损号 退物业费 最重要的是 他还要我们公开道歉 这是该怎么办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 答应他吧 王哥 不是 这样我们岂不是白忙过了 不仅如此 还要赔他一笔钱 这 这也太憋屈了吧 没事 我们先把这事接过去 你要记住 我们是物业 只要他以后住在小区里 我们有的是办法整治他 文言 林经理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